最近整班支持政府KOL就很高興,股市不斷反彈升了很多 還有樓市,看不看得到4月的成交量比3月多了很多,3月又比2月多了很多 但永遠這班人忽略了一樣東西,我們先講樓市,當你全片唱好之後 尤其是中原地產,今日的惡打倒昨日的惡,自從施永青就說有惡勢力是故意唱衰香港的樓市 想你衰,中原出來說的人都預計今年樓價應該會反彈 現在就比最高峰21年的8月低了25%,今年應該會追貼套,只低10%追回很多,最少追15% 但明明外面的大行仍然是預計,今年香港樓價即是現在3、4月成交量有所反彈 都是還會跌5至10%,即是表示不單止拉近不到距離,距離是會進一步被拋開 究竟誰准呢?我們看看趨勢,的確在你撤勒之後,成交量是反彈 但你要看看成交額是怎樣,李施永青說人們唱衰樓市會不會罵詳實? 會不會罵地產商,是因為他們帶頭是一手樓劈價的,最多就劈三成 小側都劈兩成,通常就劈兩成幾,那你會不會罵地產商是他特意看不好這個前景,然後不斷劈價呢? 是不是這樣算不算唱衰樓市,算不算惡勢力? 第二,成交量升但你不看成交額,還有多少虧樣? 二手樓劈價作很多虧錢的,每個星期都有這樣的例子 第三,要看趨勢,是人都有正常的估計,你撤勒之後,成本低了些,還不趁現在馬上放嗎? 當你看不好前景的時候,預計如果越遲放,你就隨時越虧越多 或者你賺的越來越少,一定會趁一切立即放,所以三四月成交量多了很多 是很正常的事,但就不代表你的樓市前景,你的經濟前景是好的 這個兩個概念,你不要偷換概念,現在一片搶好的東西完全是硬來偷換概念 再看趨勢,到四月最後兩個星期,其實那些成交量的上升趨勢已經下降了 即是包括十大屋苑,連續兩個星期成交量只剩下個位數字 那為什麼會跌得那麼厲害呢?大家會再看,除非你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到年尾 好像三四月,那些成交量是可以繼續是飆升或者保持的 否則其實不代表大家對樓市前景,經濟前景樂觀 反而如果是立即跌下去,然後那些成交價都仍是這麼低 有時比銀行的股價還差,即是表示由發展商砍價,有些買賣,大家都看不好這個樓市前景 樓市前景為什麼看不好?就是因為看不好經濟前景 你經濟前景是看IPO,香港首季的數字,接下來第二季如果公佈的時候 可能都是非常之差,是很多大圍環境因素再加上外國息口的問題 這些不到你香港控制,你估市都是,你估是因為香港因素反彈 除了本身太低,反彈了一點,就以為很厲害之外,都是要取決於外國因素 就是靠你香港自己,靠你香港政府政策,靠你那些旅遊業那些政策 可以隔得一點,這是天方夜譚 再看樓市,你要看地產商現在還有多少貨 上年還有二萬多三萬貨還未清到,今年又會還有多二萬多的貨 隨時會多過五萬的貨,即是放不到出去 現在就算成交論多,都是一萬多,還有很多是二手 即是表示其實你的大地產商一手樓,還有很多貨還未清 你是看不到其實樓市是怎會大反彈 第二,再講經濟,你現在政府其實經濟全部都是雞毛算皮的旅遊業政策 誰知五日所謂黃金周都不遲預期,當然下雨的因素令到你有所落差 原本預計八十萬,最終七十六萬,不是差很遠,有些天雨因素 旅遊團,預計六百八十團接八百團,結果只有五百八十團 你可以就是賴天氣,但你猜如果今次不下雨,真的會多了很多客人來 那些客人的消費力會很高嗎?大部份都窮遊 現在講到不是三百元由一日,二百元由一日,一百元都夠膽死 我打算花一百元,我來它行山,行完山,搭車上去 隨時一百元都不用,飯都不給你吃,幾多這些? 是啊,賓館很多人租,為什麼?幾百元,八二元的劏房床位都有人租 應該龍屋床位,八二元的龍屋床位都有人租 叫做什麼?龍屋風體驗,這些東西寫得很浪漫 原來就是幾百元賓館都嫌貴,八二元龍屋床位 當是可能體驗香港人的生活,或者它上面都差不多 因為很多現在下來都窮遊 你還有什麼情景一、支流、旅法局那些說 大家不要預期,遊客的數量會順返疫情它之前 這些不切實際,我想問怎樣不切實際呢? 你旅法局和政府文旅局刺激旅遊無力,就在這裡降低大家的要求水平 我原本五十分合格,你考試得二十三分 為了令到自己合格,或者等於沉降,怎樣不超標呢? 降低沉降水平就可以了,它就降低大家要求水平 二十分合格,我二十三分,我便合格,盡多三分 你承定一支流就是這樣為自己射責,為自己射博 你只看回大陸今次五一,為一些二線城市 三四線城市多逼人,逼到人頭湧了,連沙漠都這麼多人 在上海外灘去廁所都排了一小時,有人說你來攻陷長沙 是不是來攻打南京,是這樣笑的? 人頭湧到甚至在硬蕩山,太多人,大家在懸崖 嚇到你腳都軟,如果想人救你怎麼辦?不要緊,給三百元 這樣戀財都很厲害,即是多少這些事? 香港反而甚麼都沒有,而大陸自己人去自己地方的旅遊 已經超越了19年前的水平,為何上面可以香港不行? 我寧願去其他三四線城市,都不覺得香港有甚麼吸引力 就算你搞甚麼煙花,也不覺得有甚麼吸引力 來到都是窮遊,你只看五一的時候,富豪雪高車很多人排隊 賣魚蛋很多人排隊,但帶回波鞋街,條街很多人 但進去店舖選幾百元的波鞋就很少 這也是一個消費能力的問題,還有一些搞笑 如果他現在來窮遊,將來過了五年之後 他成為了上面的企業的管理層,來到香港下次便豪遊 我心想,第一,你有沒有看上面失業率是多少? 青年失業率,第二,我當他五年之後發了達 發了達便不來香港,窮遊才來香港 發了達去歐洲,去美國,殺話殺這些人 所以香港旅遊交給這班人,他怎樣怎樣呢? 即是放過煙花,對別人投訴,你還要湯文亮死散政府 我同時都不知道大家多開心 我未試過在這麼差的天氣都看到煙花,那便開心 這些是吹水不抹嘴,原來這樣就叫他OK 你真是殺案 再加上楊玉紅還死撐 不是呀,五一煙花整體反應良好 那這樣吹整體反應良好? 你有沒有看書不輸? 每個人都說你詐騙金制 所以見到現在問題就是政府官員不願意面對現實 一片隔著KOL在唱好 結果大家實際上感受不到經濟有甚麼改善 旅遊業者覺得你越搞越衰,越搞越頹 前景大家自求多福